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啊 欢迎来到民族征线 那么这两天啊 很多网友说老兵 你的比喻非常恰当 你把昂游混合体的这个世界啊 用人形怪兽来进行比喻 这是让我们啊 很清楚他们这个世界的组织架构 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们这个程序代码编写的公式 到底是怎么样 一目两来很清楚 很通俗地表达出来了 那么这一集呢 我们继续来说几个事 第一个事情呢 就是韩国啊 它延长对中国人的短期的这个签证 那么这个事啊 好像搞得好牛逼一样的 什么情况 那么第二个情况 就是它的第四季度的GDP 是出现了萎缩状态 已经侵入到了经济萎缩状态哦 所以这就跟他这些一系列的这个愚蠢的这些政策是有关系的 那么第二个说的事情就是 日本啊 突然之间要把已经确定了 把这个啊 美国得宝套餐啊 呃台湾的万华变种啊 给他什么 呃归类 以类仪管了 学中国大陆了 那么这个动作的背后是什么 为什么日本人比韩国人要聪明 原因就在这里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延长香港人的强制驱逐的这个规定 再加上第四个一件事情 就是白宫在 这个 这个 拜登要在白宫搞这个农历新年 活动 这些事情都代表什么意思 跟人形 怪兽体系有什么关系 啊 我们一起来先说一说 首先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 韩国将中国公民富汗短期签证 暂停签发期 延至2月28日 据韩联社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 1月27日表示 将延长针对中国公民的暂停签发 富含短期签证措施至2月28日 但也可能是情况重启短期签证签发工作 韩国政府说 1月20日起暂停签发中国公民 富含短期签证 但有外交公务必要商务需求和 人道主义室友等情况除外 呃 原措施期限截至1月31日 在1月16日的外交部 例行记者会上 我发现了 汪文斌就签证相关问题表示 中方始终认为 各国防疫措施应当科学适度 不应该影响国家间正常能源交往与交流合作 不应采取歧视性的做法 不应借机搞政治操弄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以科学态度 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 尽快取消针对中国的歧视性限制措施 同中方一道 为恢复正常能源交流和交往合作 做出努力 汪文斌说 那么这两天呢 我又看到一则新闻 其实那个观察者网他也有报 就是韩国啊 这个警方驱逐一对中国的 是夫妻还是情侣啊 就是他们在酒店隔离期间 擅自外出 被视为呢 是等于说是 要脱离这个酒店 意思就等于说是你是逃脱的意思 把他们两个给强制给什么 驱逐了 那么我认为啊 这个是好事情 为什么 就让那些啊 还想着去韩国的剑骨头 好好的感受感受 你韩国第二脸是怎么对付你的 你去韩国干嘛了 这个地方遍地是黄金吗 啊 他们直接就叫南朝鲜 就叫汉城就好了 大家要知道 我第一次听到首尔这个地方啊 我就很纳闷 别人说首尔首尔 首尔首尔 首尔 啊 我在想 这个这个 我说韩国首都不是汉城吗 怎么叫首尔了 哦 后来又是 因为汉 因为汉呢 跟中国有关 中国呢 很低端 再叫汉城呢 没上挂不住 啊 这个这个 汉城的英文嘛 就叫首尔 所以就叫首尔 起个英语的名字 啊 这就让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这就代表了他们的 内心的一种畸形生态 啊 内心已经达到一种畸形生态了 所以说 这么一个畸形 生态的这么一个啊 傀儡国 你去那边干嘛呢 你去韩国就等同于你大陆人去台湾 大陆正常脑袋正常一点的人 谁会去台湾呢 没有人会去台湾 啊 当然是旅游是除外啊 旅游因为是想去看看啊 欣赏一下他的那个破烂 去对比一下 哦 原来这个地方这么这么垃圾啊 哦 我们呢 也去找一下心里的优越感 很多人在大陆啊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啊 到处都是崭新的 宏伟的啊 高铁和什么飞机场 城市呢 越来越干净整洁 规划的也越来越好 啊 绿化等等等等 弄得非常漂亮 城市每天都有人来打理我们 我们自己的城市 啊 但是呢 大陆人呢 很多人也没见过市面 那到台湾去欣赏一下啊 比这个叙利亚稍微好一点的那些松松垮垮的破县城 那到底是怎么样子啊 所以去那边看一看 那么你过去呢 就是 还有很多人去韩国旅游啊 我也觉得很正常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韩流啊 确实很猛 这个呢 也毋庸置疑 那么大家就去看看 这个南朝鲜啊 到底像不像他韩剧里面拍的这样 很多人去了以后啊 都后悔了 那个地方也是破的 要死 除了那个首尔 那个江南那个那一带啊 稍微 稍微啊 模仿了一点 这个美国时代广场啊 稍微能够看一看 其他地方那种房子都是那种踩钢板 我操啊 所以说 这种地方 你现在大陆人 你中国大陆人去韩国 等同于去台湾 一样的 你看台湾那 那几个劳逼兮兮的 现在那些石胜阿婆族 那几个 那几个屌货啊 什么波特王 什么摄徒之计 以前不是都在大陆来讨饭的吗 我说过 你大陆人有去台湾讨饭的吗 没有啊 就是去欣赏台湾的破旧嘛 啊 残破不残 残元残元断壁嘛 啊 台北的杂草重生嘛 地铁口他妈的 到处都是流浪汉 就去看这个东西的 啊 看他怎么怎么样糟糕 所以说 你现在要在心里认同说 我去韩国 等同于去台湾 一样的 啊 但是 有一点呢 我要夸台湾 韩国还不如台湾 所以这一点 台湾人啊 确实比 比南朝鲜的 档次要高 但是呢 你在你们的西方爹的架构当中啊 他 韩国人呢 还至少是这个小腿 那日本人是大腿 他们是小腿 那你呢 只不过是足 懂吗 所以说 什么莱猪啊 啊 什么核石啊 啊 破烂的那些淘汰的武器啊 都扔给你 因为足啊 就是干 这个磨脚底的事情的 啊 踩到一个口香糖 一口痰 那就是 你们做的事情了 所以说 韩国 把那个中国的 一对啊 情侣还是夫妻赶走 我觉得是好事 我拍手称快 这就让那些去韩国人的明白 啊 你们在韩国人眼里 你们是 什么货色 所以啊 真的 不要自取其辱 那除非你是抖M 你是M型能格 你要被捆绑 你要被低落 你要被鞭打 那你去那边吧 对不对 因为 对M型能格来讲 被侮辱 被歧视 啊 那心里会产生一种快感 啊 那你就就去吧 对不对 但是我想想看 那很多的这种M 也只是说啊 对吧 在房间里关起来的时候啊 搞那些小小东西啊 墙壁上一圈挂满了那些东西 对不对 器具 但也不是说 呃 你到那边去被这种人格侮辱吧 国格的这种侮辱吧 啊 对不对 而且他侮辱你的这个还是啊 很猥琐的啊 一群人 你觉得有一个必要吗 所以说你觉得这种签证被取消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了啊 还有一个韩国的这种签证很值钱吗 我是真的不会不会去这个这个地方啊 我希望大家也跟我一样 你中国人就不要再去了啊 还有你那些朝鲜族的啊 你也不要去了 他们我以前交往的韩韩国女人 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就瞧不起你们朝鲜族的 他觉得你们就是就是乡下农村了啊 从乡下过来的啊 而且说你们口音很难听 那你们还去那边干嘛呢 对不对 啊 男棒子女人这么傲慢这么屌 啊 喝了酒 他们乱打炮的啊 他自己他们都是这种这种东西 他还居然瞧不起我们朝鲜族的同胞 你就不要再去了 好吧 啊 那个地方呢 不是你的母国 你们是发源地啊 不是在他们那边的 OK 啊 好 这是他要把你当中国人 你懂吧 韩国人啊 他就是什么 能欺负的人 柿子只要是软的 他百分之百他捏捏捏你 日本韩国包括台湾跟香港这些地方的人啊 只要你是软柿子 他就马上就捏你啊 他没有没有同理同理心的 懂我懂我这个意思吧 韩国第四季度经济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首次线路萎靡 这是出口下降和消费放缓所致 彭博社报道 韩国央行星期四 一月二十六日报道 韩国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前一季度萎缩百分之零点四 与彭博社调查经济师所预估中值相符 韩国第四季度经济同比仍然增长百分一点四 韩国央行行长本月初宣布加息二十五个基点时 已经暗示经济可能陷入萎缩 韩国经济日益疲软 令加息周期接近终点的预期升温 韩国二零二二年经济增长百分之二点六 与韩国央行之前的预测一致 韩国央行预计今年经济增速将略低于百分之一点七 通货膨胀率在百分之三点六左右 因为韩国的经济在以西越的这种极端啊 政策之下越来越糟糕了啊 跟中国关系越来越差 对吧 又限制中国大主顾 那你只能够经济去萎缩了 所以中国人不要去 我告诉你 你今天中国人 东南亚哪个国家跟你 跟我们牛逼 你不去旅游 他马上就去穷了叮当响 你信不信 那以前就像 好像现在我看也有人去泰国了 不停劝 非要去泰国 那没办法 那万一你被绑架了 那是你的事情啊 你被绑架了 做去搞电行诈骗 做不了 搞杀书盘 做不了 你自己倒霉 就去那边 那以前我说过 海滩跟你分 外国人中国人海滩 那现在你看 他妈的交道 交道欢迎了 对不对 所以说你 谁敢跟我们牛逼 不尊重我们中国大主顾 那我们就让他好看 你看香港以前很牛逼 那不好意思 内地人都不去了 叫他倒闭 航空公司倒闭 餐馆叫他倒闭 商场叫他倒闭 你要知道你是大主顾 你应该接受日本的那种贵士服务和那种啊 点头含腰那种服务 在这些周围这一圈 你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就像美国人到中南美洲 到东南亚 到到他自己叫巴哈马那些地方去啊 他就是他他就是大主顾 你中国人也是这种 你要有这种心态 从现在起建立这种啊 腔调 懂吗 啊 不要再被这些不三不四 你看习总怎么不和巴欲握手啊 你天天在那边搞什么乱东西呢 啊 你收留一些什么东西在那边 啊 所以说韩国 他经济萎缩 很多的 啊 什么季州岛 那个那么 那个什么知识 几枚弄眼的 啊 首尔还有很多那种什么化妆品店 什么商店 全都倒闭 哎 那就是这样子 你现在去 真的他妈的就是见骨头啊 就是就这样 你朋友圈里有看到的 可以直接就开 开怼开骂啊 不要那么客气啊 那么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日本的一个一个政策啊 日本的政策也 也我觉得也值得来说一说啊 嗯 嗯 确定了 日本黄金周后 呃 调降 这个万华肺炎等级 与季节性流感相同 呃 确定了日本政府预计 今年五五月八日 将这个 台湾万华肺炎啊 美国德宝套餐的 这个台湾版的变种啊 等同于季节性流感等级 日向岸田文雄也已经对厚生劳动大臣 加成 啊 慎性下达 执行指示 那么大家要知道啊 他这样做的目的啊 其实很正常 你现在呢 取消对中国的这个防疫 中国路径旅客的防疫限制 那么确实现在很没有面子 就代表说乡村国下跪了 那他本身恢复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这种短期签证 也是妥协了 对吧 那么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跟韩国人 所以我就告诉各位 在昂萨的龙形怪兽体系当中 为什么日本人能当大腿 而韩国人只能当小腿 啊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 处理对中国的问题当中 鬼子就是比较什么 鬼的很 他坏 他一 那么我先下调等级 我把万华肺炎的等级下调以后 那么我再说 哦 那我们边境这边防疫啊 你从中国来的 那可以慢慢放放松了 你懂吗 他是这么去做事情 所以他呢 就是第二大资本主义国家 那韩国人呢 因为比较的啊 因为因为都是满脑子 都是都是都是屎嘛 那他做事情就是什么 比较笨啊 或者说自尊心比较强 他比较什么 卑微 他自尊心的又很很自卑 又自大 所以他会就搞这种 我就再给你延长 啊 我就给你杠着 给你冰着 啊 中国方法很多了 现在只要你 你你这个江 这个苏北 江苏北部啊 这些化工厂 给给他断供尿素 山东啊 熟光这些 给他给他断供 那个泡菜啊 就是那个大白菜 还那个就是 盆来大米 你看他 跳不跳脚 哈哈哈哈 啊 所以我们是 有的是方法 对付这些啊 小逼嘎子 啊 所以呢 这一点 我我觉得 啊 他们跟我们不是一个量级的 啊 就不要来小蚂蚁挑战大象 没意思 美国延长港人 延迟强制离境计划 中国驻美使馆 用心邪恶 为美国总统拜登 约16日下令 延长身在当地港人的强制驱逐令 计划两年 指港人的权力和自由持续遭中国侵蚀 中国著名大使馆发言人批评 拜登的决定 进一步暴露美国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限制中国发展的邪恶用心 最后美国停止干涉香港失误 那么这种做法呢 也很明显 因为啊 香港现在呢 被从昂萨的体系当中 从身体里把这个元神啊 给逼出来了 然后呢 中国大陆呢 逼到了这个 亚非拉的这个体系当中去了 中俄一的这个体系当中去了 那么拜登现在肯定要跳脚 肯定要跳脚 因为这也是他们重点 搞以港制华的这种套路 所以呢 他们呢 也就是要用这种方式 去暴露了 他是有区别的对待 大陆人 香港人和台湾人的 啊 所以我一直都说过 我说台霸和这个 啊 港灿 在美国的公司里啊 在西方公司里啊 可以当内地人的主管 你看 他就是什么 区别对待 他是一种统治手段 大家懂吧 你以前不知道 你以前就搞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容易当主管 尤其是美国在中国的一些公司 英国公司 很多外资啊 都是让港台人过来 内地当主管 当老板 啊 然后呢 管理中国的员工 他是故意的这种统治手段 这一点一定要看明白啊 以前你可能不明白 你可能不知道啊 你可能认为啊 是不是他们那边开放早 是不是开放晚 啊 其实不是的啊 这是故意的 啊 你现在看到没有呢 他就在干涉 不停在干涉香港这个事情 他都暴露马脚了 暴露的无疑啊 啊 所以中国人一定要搞明白 这一点啊 拜登呢 又在白宫啊 过这个 Lunar New Year 啊 什么亚裔 祝亚裔节日快乐 无非就是在什么 因为这个枪击案啊 然后呢 安抚一下大家啊 然后现在很重视 你看 美国总统拜登啊 台湾跟香港一些人啊 就要什么 包括还有些韩国人啊 他们就要就要很高兴了 你看 包括越南的那些 从洋媚外者 哎呀 你看 美国大统领啊 我们的大统领在过我 我在过新年 在过春节 对我们很重视啊 好 真的太感激了 太感谢了啊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努力加油 为昂游混合体去奋斗 每天干的事都是为他们而干 他们很重视我们 所以你知道他玩这个东西 他关心中华文化吗 中华文化是他们的敌人 这个最唯一一个最后一个资源系文明 没有被消灭的 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的强大是吞并古埃及 梅索布达米亚 古印度的这个文明智慧 在强大古玛雅的东西 他搞不明白 他就压制它 玛雅文明的东西 他们弄不明白 只能压制它 用毒品去腐蚀那边的人 因为他们也好像明白 中华文明跟玛雅文明的结合 空间系跟时间系的结合 会产生巨大的能量 而改变这个地球的 这个完完全的运行轨迹 和这个完全庞大的风水 所以说你要知道 等于说他们吸收了 吸掉三个 就像火影人者里面 不是要去找那个九大神兽吗 对吧 什么沙之守 守贺我埃罗 就是我埃罗里面不是有那个沙之守贺吗 他们要拿到这个 还有什么八个尾巴的那个猫 抓这些神兽 然后呢 他们现在有三个 就是古埃及文明被他们吸掉了 没所 波拉米亚吸掉了 古印度的种性质这一套都吸掉了 所以你仔细去看 是不是这样子 好吧 谢谢各位知识 谢谢